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切入《红楼梦》的三个关键情节了 这三个情节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 而且是思思入口的围绕着这本书的核心价值观 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些情节胡伦吞藏的话 那你很可能就错过了这本书的正确打开方式了 第一个情节是作者借贾雨村之口 抛出了一个脑洞大胎的正邪两副学说 他说天下的人除了那些流芳百世的人人君子 以及遗仇万年的大凶大恶之外 还有一种正邪两副的奇人 而在书中作者所写的这些从景焕仙子暗下来投胎的人 其实就属于正邪两副的这一类 他们的身份地位分为上中下三等 但是气质底腹是类似的 第二个情节是宝玉神佑太训剑的时候 景焕仙子给他看了精灵十二差应运的侧击 这里面也是把那些女孩子分为的上中下三等 第三个情节就是贾瑞想要染指凤姐 在他躺在床上拼入膏肓的时候 照了景焕仙子做的一把风月宝剑 也就是一柄神奇的镜子 结果反而速速地上了黄泉路 要把这几个大关键讲清楚真的非常的困难 我自己也想要怎么去包剑抽丝 帮助我做了一些铺垫工作 就是《红楼梦》的周边人物 但如果一直讲周边的话 又会有一点超纲跑题的嫌疑 所以的话我今天再拉过来再讲一下这个主题 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铺垫都是很必要的 我之后也会继续铺垫 今天我打算先简单的讲一下 第二个关键情节 也就是宝玉神游太虚剑的时候看到的 景焕仙子的精灵十二差的三本小册子 把女孩子赠为了上中下三等 其中第一等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精灵十二差 她们的主力就是住在大国园当中的四大家族的小姐们 以及家伙的几个年轻的媳妇 中等女子也就是副册里面的女孩子 我们其实确切来看到的只有相名一个人 但其实根据纸题 以及现在红学界的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的话 其实在副册当中应该还至少包括 确保经一门离起行秀烟 以及尤二进行三进 下等预计也就是又副册当中的话 我们只看到了奇门和席人 红学界通常认为这本册子就是有给丫头们的 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你赤裸裸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这不是搞阶级歧视吗 除此之外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在第一个关键情节当中 贾雨村不是说了吗 正邪两父而来的人呢 他们都是很有个性的 这些人就算他的出身背景记没有钱也没有文化 也断不肯为走足贱户 甘为佣人屈置驾驭 也必为其优名昌 也就是说啊 人身的自由以及人格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当了妓女也比给人当压顽强 那其实这种论调啊 细想起来是非常惊世骇俗的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啊 这东西算都是一个bug 我不知道大家看出的时候注意到没有 也就是锦幻按下来的这些丫鬟 他们有的也很重要啊 心的也很多 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他人的走足剑谱 被他人驱置驾驭的 那他们究竟算不算这些两父之人呢 接下来呢 我就谈一谈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那第一个问题啊 我认为作者其实是无心法人分为三有九等的 比如在正习两父论里面啊 作者虽然说把人 但却背景分为了 公侯富贵之家 师叔清平之族 以及伯作寒门 但他结论却是 此间异地而同之人也 也就是这些人啊 虽然他们触景不同 但本质是一类人 他列举了这个正习两父的名单啊 这个背景是非常的花八门 从皇帝到艺术家 然后再到宁记 那结果呢 又说他们是同一种人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些人都无差别对待了 所以这其实呢 是对于他们的身份地位 而对于他们的出生背景的一种突破性 那我们放到经历十二差里面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正差和复差之间 它是没有一个阶级的差别的 比方说像薛宝琴啊 那人本是四大家族里面的人啊 他的那个出生背景啊 一点都比正十二差里面的人要差 而相邻啊 志愿者评语说 他的根基与正十二差无异 那其实你要说起来他的爸爸就是真是你 他也就是相生而已 你要问富贵根基的话 是绝对没办法和甲府相提并论的 是所以说他们根基相同啊 可见作者以及批书人 他们所看中的根基呢 不是富贵根基 而是文化根基 比方说 我们看一看他作者怎么写香菱的 香菱呢从小就被拐子买去 招打勿骂 后来呢是跟了半鹅盲削辣啥子 那居然一进大贵园就立刻有能力去跟着待遇学诗 这个如果从国际上思考啊 其实他也是个伴 但是如果你从人物塑造的角度去看的话 又特别的合理 我认为香菱啊 他如果要是没有学诗这个情节的话 他是只能进到幼妇册里面和丫鬟在一起的 那游二姐游三姐他们家里面既没有情也没有文化 为什么他们也那么重要呢 这个啊我们是时候详细去说 那我们说啊 其实正差和富差之间身份地位没有明显的差别 但是富差和又富差之间呢 就有一块玻璃天花板了 这个混沟其实还不是奴基本身 我认为啊 其实是长期的奴化教育带来的一种根深蒂谷的奴性 独立人格在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 比方说像鲁香莲就是典型的正邪两父之人 他可以经常去客传风月戏文做一个戏子 但是他让他做薛大爷的做技呢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就是命为其优名昌也不做走足见谱 但丫头就很不一样了 大家记不记得湘云和他的丫头翠吕之间呢 曾经有过一段关于阴阳的对话 而湘云就说了 飞禽走兽 熊的为阳 词诺为阴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翠吕还问他 那人之间怎么分阴阳呢 那湘云就很不好意思啊 就催了他一口 结果翠吕反而说 人规矩 主子为阳 奴才为阴 这个大道理我还不晓得吗 我当时看到这个情节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真太可怜了 在他的心目当中啊 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呢 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身份差别 可以见到这个名画教育 是多么的刻骨铭心啊 再说平儿 他是王熙凤的丫头 也就是王熙凤的丈夫 假脸的小妾 同胞大丫头 他这个人啊 我觉得可能是丫头里面最完美的一个了 你不管从长相还是从性格 从能力再到人品 无可挑剔 但是我们看一回情节啊 就是王熙凤过生日 平儿和王熙凤在前面过生日 他们的丈夫假脸呢 就在王熙凤的床上和外面下三烂的女人偷情 结果呢被平儿和王熙凤捉肩在床 这事本来平儿他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但结果呢 他就被王熙凤和假脸夫妻两个一顿暴打 平儿他一向可是巨功尽瘁忠心耿耿的呀 如今却被他的丈夫如此的羞辱 被他的主子如此的误解 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呀 但是后来呢 假脸拍了个人 安抚了他一下 平儿觉得面上渐渐有了光辉 也就是有面子了 他这人就渐渐的好了 所以可见啊 凡是一流的丫头 他的人格必然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阉割的 再说说丫头里面最有性格的秦文 他后来被王夫人给驱逐出去了嘛 后来在自己家里面病得快死了 这个时候啊 他最恨的不是假脸夫 也不是王夫人 甚至不是我为啥没有早点离开假脸 而是恨自己 当初怎么没跟假脸乎 发生点什么 白白的担了个虚拟 可以见到这个丫头 他整个思想和事业 自始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一红院 封建贵族对于丫头这种训养啊 他本质上是非常的残酷的 而且其实呢 在上层和中层之间 他们其实是可以通婚的 为什么凤姐对于尤二姐和尤三姐如此忌惮呢 因为这两个人 他其实真的是具备撼动凤姐的家庭地位的一种能力 他们是可以跟凤姐拼个鱼死网破的 但是丫头 你就算嫁给了主子 你还是只是个姨娘 仍然就是仆人 总结起来啊 作者把人分上中下三等 其实是等于承认 环境出身对于人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他却又说啊 这些人呢 是异地而同 给予他们同样的一种认可和关怀 尽管如此啊 作者认为人各的独立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 丫头的品位和其他女孩子之间 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狗 正拆复拆和又复拆的塑造 增强了这部作品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比如说薛宝贤 他游历四海啊 他那种眼界和见识呢 完全打破了规格小说的那种格局 作者所塑造的这座红楼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利益的建筑 以灵学史料为代表的正差呢 决定了这个建筑的高度 而中复差呢 则拓展了这个建筑的宽度和广度 可以享受姐姐一起 剃脚和卖主 重门红楼吧